今天杭州亚运会赛艇项目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 共决出7个单项的金牌 中国队获得5枚金牌和2枚银牌 其中在女子8人单奖有多首决赛中 中国队以6分33秒61的成绩夺得冠军 这是中国代表团取得的第1500枚亚运会金牌 至此中国赛艇队在本次亚运会参加的13个单项中 共收获11枚金牌 两枚银牌 在射击项目中 中国代表团打破多项世界纪录 中国小将圣李豪在射击男子10米7步枪个人赛中 以253.3环的优异成绩夺得冠军 创造了新的世界纪录 这也是他个人的亚运会首金 在男子25米手枪速射团体赛中 由李月红 刘洋潘 王新杰组成的中国队 以1765环的总成绩夺得冠军 并打破世界纪录 在滑板男子晚驰决赛中 15岁中国小将陈叶 以84.41分的成绩夺冠 这是中国队在滑板项目世界大赛中 夺得的首枚金牌 在游泳项目中 被誉为星蛙王的中国选手秦海洋 在男子100米蛙泳预赛中 以58秒35的成绩晋级决赛 创造新的亚运会记录 决赛中他以57秒76的成绩 再次刷新亚运会记录夺冠 这次刷新亚运会记录夺冠军